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宁波凤花西口 来这寻找一下蒋介石先生,他父亲的墓 他母亲墓是在景区之内,修建的是非常庞大 然而这里是没有到行 只知道这后面就是为他的一个蒋寺家中墓 他父亲也是在这上面 在这上面是有很多的坟 刚才是下了一个大雨,不知道这山路好不好走 在这有一个集装箱 应该是从这里走刚才所问的路 他父母之间的豪华程度为何是差距如此之大 因为在1921年,他母亲去世时 这蒋公已然是如日中天 他已经是做到了司令 然而他父亲去世时 他年仅9岁的孩童不能做什么 我们现在所寻找蒋导墓 这个规模还是在这1913年 他重新所修建的 尽管如此 这时也已然离他父亲去世了18年 终于在这看到这条山路 应该是一直往上走 这刚下过大雨,太阳就直接出来了 天气真是莫名其妙啊 景色还是挺好的 这一片的菜地呢,经这个鱼水打过 这颜色还是挺漂亮 他父亲蒋赵冲 在当时当地也是非常圆滑一个人 这里有一座墓 这不是 继续往上走 为什么他父母没有一座合葬墓 尽管去世时间不一样 难道不应该后来再改葬合葬吗 当然可以 但是他的父亲是有三位夫人 我们现在所来寻找这座墓 就是与他的原配许史 还有另一位夫人一座合葬墓 如果他母亲来 无论放在左边还是右边 势必 中原有一人和他父亲隔着 所以后来就直接 另葬他地 树安蒋公之墓 他也是治树安 大家看 黄星铁 当时的大将军黄星啊 民国大人物 孙中山先生和黄星将军 后面就是维墓座 上面也是有这个雕刻 在这四周呢 是有很多的分 几乎这满山都是 但是这一座 无疑是其中最壮观 豪华的一座 在上面 他这个像一个展开的书卷 两方有狮子 并且在这个背两侧 都是有银链 在蒋兆冲先生呢 他是能说会道 在二十岁就从父亲手中 接过了生意 后来又娶了王彩玉 也就是为他的第三任妻子 虽然在当时修建这座墓石 在蒋介石先生 还没有做很大的观 但是也是请过高人 看过这里 在周围都所谓三世环绕 这里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 蒋介石先生 他父亲的墓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见